郭潘芳議員 發言可能整個救援的過程都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尤其是分派救援裝備的程序 我們都知道現在在全球暖化下 極端的天氣可能周不時都會發生 當然上次這麼冷的天氣 就說五十多年一遇 但未來可能每年都有 或者時時都有很多次 我們是不知道也沒有辦法預計的 所以我就想跟進一下當局檢討的工作 你會不會制定在這些極端的天氣底下 可能是很冷、很大雨 可能是諸如此類的情形底下的應急裝備 怎樣可以令到一個更好的機制 令到我們的專業救援隊 五紀律部隊的人員 可以在自己都安全的情形底下 進行這些救援的工作 亦都讓他們有更高的權責 可以早點封路、早點怎樣去處理 因為當日我們也看到一個情景 就是他們幫忙救人封路 都被人罵的 這個亦都是令人覺得很氣憤 在這一方面我也想知道 怎樣可以再做多些 如果有時間我會再跟進酷刑聲請 免遞聲稱 如果沒有我下一節再說 謝謝主席 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葛佩帆議員 這麼體諒我們紀律部隊的工作 我一定將葛議員剛才那番說話 轉達給我們前線同事聽到 我們紀律部隊的訓練當然是 我們很希望涵蓋所有不同的情境 就是每一個情境我們都有訓練過 有足夠的裝備去做 我們香港這個地方所處的地方 我們知道是阿易大 所以我們一貫是風、火、甚至水浸 我們都經歷過 我們亦都有足夠的訓練和設備 甚至到在海難方面 我們都能夠表現到 能夠迅速地去救 但是至於先 1月24日那個 氣溫急降而引致大武山 結霜結冰這個情況 的確是幾十年一次 所以我們在訓練方面 我同意在這方面有改進空間 雖然大家都了解到 這是幾十年一遇 但是既然我們已經體驗到 這幾十年一遇 我們也應該有適當的措施 和設備 適當的訓練和適當的設備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養兵千日 用在一朝 當我們的同事 是他去執勤 作出一些拯救的工作的時候 相應的 足夠的設備 是必不可笑的 因此 不單止是消防署 以及其他幾個負責 有機會會拯救的部門 因為當日除了消防署 除了主打之外 我們還有救護員 雖然救護員 都是屬於消防署 我們還有飛行服務隊 我們還有民安隊的攀山拯救隊 有醫療輔助隊 當然也有警方的人 各方面我們都需要去看看 有哪一個地方 我們的設備是需要增添的 需要增添的話 我們不會淪色去增添這些設備 第二 就是如何的演練 在什麼場景看下 我們可以模擬得到 這一類這樣的情境 讓所有的前線的同事 他們都增添一些經驗 這個我覺得是重要的 當然 議員也說到 我們當日 進行這個拯救的工作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譬如說 有些市民非常熱心 在攀山 去看這個 整幾十年一遇的天氣 所帶出來的一些現場的景況 引致到現場交通擠塞 好的 我們這一個封路 各方面的認證措施 我想我們也需要加強 當然 市民他們上去看這些東西 我們是明白的 但是我們也很希望市民 理解當日這樣的環境 或者類似 但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環境的時候 第一 他們自己上去是危險的 當日是試過有些車 是不能回下來的 OK 他們要離開了 這個我們需要做的是加強宣傳